亲爱的小酷 好久不见 又回到安区了 我知道我们身上背负着万千期待 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否还有机会 走上那个最高舞台 篮球是真难打呀 积累的时间不够多 过早地进入联盟 我没有机会好好学习那些基础 他们叫我太子爷 叫我大聪明 我又何尝不想打好 可求伤这个东西 真的非一日之功 这两天我看录像的时候 上一场我居然在底线做了个掩护 我自己都没法理解 持球人都没有突破线路了 但好在最近我时间还算稳定 我那个扣篮还行吧 今天还给了阿嘴一个大帽 你和穆迪也不容易 又要从遍布老将的球队里抢时间 你直言要传球给老将 又抱怨时间不够 还把头发剪了 那是想看起来变矮一点吗 也许会获得更多的时间吧 反正今天你时间够多了 可儿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坚持 毕竟他打了15年 没有一年对自己出场时间满意过 年轻人敢出头不算坏事 但也得跟老将们好好学学 学学那些跑位处理球 多练练投篮 这帮老游子虽然有些不好的习惯 但年轻时候哪个不是赤茶风云 我也是走了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还有咱兄弟穆迪 他的路比你难多了 现实不比游戏 不是树枝高就要顺位靠前 我听到全场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多少有点心疼他 好几场没上了吧 保罗受伤的时候我以为到他了 然后我看约瑟夫站起来了 还是得自己成长 哪怕以后离开这儿 也能找份趁心的工作 再后我还看了一眼新闻 普尔今天就拿了两分 我们那一批在勇士的年轻人 巨石一团火 散了之后呢 偶尔我还会时不时想起2022年 我们很幸运地成为了总冠军球员 多少人一辈子追求不来的成就啊 也许有缘的话 我们还能再见面 毕竟我01年 你02年的 篮球生涯 还尝着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